HAYO 聊世紀 天鹽東京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BOOBOLEN 這場比賽是TCI的有目地圖 TCI是我們的冠軍邀請賽 這次的比賽選手是YOKE對上Mintrest 這場比賽地圖相當特別 兩位選手一開局就直接撞在了一起 這場應該是會有一個非常激烈的碰撞吧 距離這麼近 那我們先稍微來講解一下文明的特色 右這邊選擇伯伯仁 伯伯仁文明其實跟西班牙人蠻相似的 尤其是這個保兵單位 因為伯伯仁的保兵是馬 kung 這個馬 kung對馬 kung起兵有外增傷 打蒙古吐雞 或是打西班牙人征服者之類的馬 kung單位 都會有外增傷效果 那伯伯仁的這個弱攻呢 是需要一定的數量 才會有殺傷力的 所以伯伯仁要想辦法 趕快把這個弱攻的數量 給堆疊起來 那伯伯仁在海途中也是有一個 蠻好用的能力喔 就是他的戰艦呢移動速度很快 所以可以藉此利用這個能力 去打贏海戰 那伯伯仁後期也可以打 馬舟單位 馬舟單位的話也有八者優惠 非常的省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建造 建築物的時候速度特別快速 有這個30%的額外加速 而且每研發一個黃金呢 都可以獲得20黃金喔 兵工廠的科技更不需要黃金 只需要肉類 就可以升級兵工廠所有的科技 相當的省黃金喔 那這個效果呢 讓他前期可以出西班牙征服者 省下來的黃金喔 後期就會轉出遊俠來做使用 或是轉出各種的垃圾兵也可以 因為他的垃圾兵都是全滿的 這邊又拉了一隻村民 來到處射入 不想要讓明確斯特這邊吃入 所以直接先射死了 那這邊野生中被射死之後 馬上就會開始肉類腐敗 所以明確斯特這邊要趕快 拉村民過來開始吃 這裡可以考慮蓋個模仿喔 去讓他方便放肉 所以你可以吃果子 又這邊再補下了一棟房子 到處開稿 那遊牧這張地圖 單挑來說西班牙真的蠻強的 因為西班牙人 他的西班牙火槍兵喔 俗稱的西征喔 只要三隻就可以集火掉一隻村民 如果都有打中的話 所以西班牙征服者 在這個地圖來說 是非常強大的 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海域的部分 好 那兩邊補海都是蠻正常的開局 就是一開始就補下碼頭 然後開始在撈旁邊的魚群 這裡出道四艘船 準備要來升到封建時代 右這邊打的是一個封建升上去的 極速上風打法 那西班牙這邊是決定 要打一個直層戰術 因為他這個中間這個巨流 雖然很近 打塔弓的話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西班牙人 會比較適合打這個城堡 因為主要有西征的關係 比較容易斜接的上這個戰術 那右這邊可能要打個 插劍塔 或者是打個塔弓龍 可能也不錯 就是要盡可能的讓西班牙人這邊 直層失敗 他就可以拿到一點優勢 好 一升到封建時代的右 拉了四村 蓋均勻之後 馬上補下射箭場 這個射箭場大概賣了幾秒 好 準備要來出小弓 黃金有在挖 好 這裡有兩隻 那給我這邊的打法 會比較推薦 再搭配一些劍塔 會更有威力 例如把這個劍塔插這個位置 或是再插這個高地之類的 或是直接控他石頭 也行 因為西班牙人這邊的流程 相當正常 就是全力踩資源 OK 這邊突然打架起來 拉了村民直接開扁 又這邊感覺是想要開稿 好 出了一隻弓兵 好 刺激補下 再會補一個兵工場 就可以來升到帝王時代 好 這邊直接被逼破 插了一根劍塔 這個是又最想要看到的畫面 把殘血拉走 其他村民繼續打架 然後來蓋起這根劍塔 村民繼續追逐 回來 OK 劍塔一劍好 這邊要騷擾就有點困難了 下方補下了 兵工場 又這邊要趕快補一擊射 哇 這邊直接兩根劍塔 想要死死的守住 這個石頭區 這個確實是西班牙人現在的命脈 好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就要升城堡 所以直接拉到了十一村 開始挖石頭 看來是要打一個西針路線 好 但果子沒有被空的關係 好 現在還可以繼續爽爽吃 好 工兵可能要趕快出來 繼續騷擾 又這邊配黃金配的有點少 只有兩隻村民在挖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辦法 產出大量的工兵去騷擾西班牙人 好 這邊又插了一隻劍塔 想要來控住他的墓區 好 但這裡有洞 小公 你怎麼進來的 哦 左邊有縫隙 傻眼 這根劍塔還是被蓋起來了 好 直接圍起來 小公過來射一下 直接拿村民開別 好 迅速圍起來 這裡要趕快圍 對 好 看起來這根劍塔還是可以建起來的 只是需要花點時間 用村民去敲這個木牆 對 你就算低調也沒辦法 這裡面還是有 西班牙人的木牆在這裡 好 那城堡時代的西班牙人 要怎麼打呢 城堡要蓋哪個位置 感覺這個高地是最好 但是這裡有工兵 不太可能可以蓋得了 不然就是蓋城堡中心附近吧 順便可以控果子 這個地方可能不錯 不然就是直接蓋這個位置 直接出西針出來 好 這個地方也可以喔 反制一下劍塔也行 啊 這邊收村 哇 結果直接要上去硬蓋啊 三隻工兵 直接開始射 先上高地 但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讓西班牙這邊並沒有很害怕 OK 把殘血的村民往後拉嗎 哇 結果還是被殺掉的一村 殘血全部往後走 有點硬蓋 但是西班牙人的建築弓 建造速度實在太快了 就已經到了80% 好 這邊看來燒犬的撤退 哇 蓋好 西針趕快按 那西針是吃肉的文明喔 所以要趕快去挖果子 去撒農田 會比較好 那這邊如果海域被控下來 會讓西班牙這邊稍微有點難受 肉味會非常缺喔 好 又這邊看到對方已經上城堡散 然後蓋起來城堡 這裡先下了一個劍塔 先來防守下金礦區 這邊稍微微一下 好 這邊要存一點資源 等等要來升城堡賽了 好 點一下一弓 一擊射點完之後 就可以去射城鎮中心了 這樣距離就夠遠了 好 兩隻西針一出來 開了一槍 沒有打算要繼續騷擾金礦區 原來這裡有劍塔 好 在上方開了一棟新的城鎮中心 因為下方的墓區已經不太安全了 所以再繼續挖下去的話 挖這個墓可能會有點危險 右邊有四隻弓兵在四處巡邏 但是有一根劍塔被拆掉了耶 不知道哪時候拆掉了 好 這邊直接用一根劍塔拔了兩根 好 西班牙正負責到了後方 那這時候又應該也知道 好 模仿看到了 一根過來 先開個一槍 OK 射路 把這個路射掉 細節 好 這棟城鎮中心 可能升不上去了 不是 應該是守不住了 升得上去的事情應該是可以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是要出投資車嗎 還是要出衝車呢 好 右這邊轉出了少量的毛病 那伯伯仁他還有一個特殊的單位 就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標槍騎兵 那標槍騎兵是不需要升級 就可以變成騎馬版的戰毛 所以如果城堡時代需要用到戰毛病的話 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就不用再去額外去升戰毛病的升級 非常省 但這邊要趕快下一下射箭場 在後方 這個射箭場已經不安全了 但是標槍騎兵算是很吃肉的一個單位 比戰毛病還要更吃一點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量蓄起來 也是需要一段時間跟肉量的 那以後這邊的城堡中心被射爆之後 正面沒有人可以擋住西班牙這邊進來 先開一槍 攻擊一下毛病 哇 三槍一隻 就跟你們說了吧 能夠扛下三槍的人並不多啊 這些村民真的是連三槍都扛不下來啊 直接被塗了五村 好 後方補下一個射箭場 可能要繼續出毛病 好 下方再補一個少戰 稍微看一下 又有這邊在幹嘛 這邊沒有石頭的關係 沒有辦法補下城堂中心 村民還是很危險 這裡還是按下了戰毛病的升級 這邊現在有四隻毛病喔 升上去的話還可以變成極戰力 哎呀 直接中槍倒地 哇 又中了 哇 這個西針好強啊 狙擊槍手 炮槍沒打到 OK 上方挖手村民被小公抓到 直接損失了一些數量 哇 大概被殺了四村友 地上有四個屍體 但村民處還是西班牙這邊相當有優勢喔 這邊西針到處騷擾 直接在前方再補一根 比較大根的劍塔 這麼狠喔 直接插爆他的金 這邊有村民在裡面進駐輸出 但是沒有彈道學打得有夠歪 這邊戰毛病有二級射的關係 打村民還是有點痛喔 這邊直接過來要射 一槍打倒一隻 推上來開槍 又打掉了一村 村民直接硬蓋 戰毛病收掉了一隻村民 但效率不是很好 攻擊速度很慢 西班牙的蓋建築物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又80%又要蓋好了 這根城堡起來 可能會走投無路了 待會就沒有黃金可以用了 右後方這裡更慘 完全沒有地方可以逃 只能靠戰毛病 西針稍微拉打一下 但是被戰毛病換掉了一隻 所以還是要想辦法去生出100石頭 但100石頭這時候的價格應該是要150以上 所以他現在100石頭也買不起 即使有市集也沒辦法做買賣 除非要賣掉100弱 但這樣子很傷經濟喔 上方這邊沒有繼續挖掘了 這邊成人中心發展得很好 這邊產的是投石車 因為投石車可能是要到這個地方去空墓 但這個距離其實有點遠喔 應該是打不太到的 這個投石拉到左邊 左邊這裡終於買到了一個100石頭 直接買賣支援買了一棟城鎮中心 右邊這裡有偷偷蓋一個 這邊支援更多 細針這邊再稍微拉打一下 砲槍 沒打到 唉唷打到了 哇這個躲戰矛躲得很漂亮 上面高打滴躲掉 再繼續修操作 哇被高打滴 吸針直接倒滴 哇投石車直接硬砸 村民直接上來想要卡 結果用戰馬兵卡位 去卡這個投石車的撤退路徑 有料 笑死 好 這邊戰馬兵成功逼退了吸針 但吸針數量來到6隻 點下了1級的工兵鎧甲 西班牙征服者他是吃工兵鎧甲的 而不是馬舊鎧甲 這一點玩吸針要特別注意一下 右邊有一隻吸針被抓掉 哇這個小工反應非常及時喔 右的反應還是很快 好這裡西班牙人又快挖出一棟城堡 村民開始往左走 果吉一吃完準備要來開插 哇這裡要是再被插了一棟城堡 就真的要涼涼了 哇又開一槍 這個慘叫聲也太慘 直接插一棟城堡 搞掉城鎮中心 波波人這邊要放棄 繼續 守住了 這邊直接補一根箭塔 結果他看到 唉唷來這邊伐木寺吧 這邊我就插一根箭塔 繼續阻止你 伐木 這個開湊的味道有點像前幾天天空熊 遇到NBL那一場 波蘭塔弓 味道有點相似啊 這邊出了一台沖車 稍微拆除一下 附近的建築物 但是工兵直接被射爆 好 好現在安全的墓區也沒有了 相當難受 這時候 勃勃人還沒有想要投降嗎 好挖出了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蓋在哪個位置呢 喔這個位置不錯 他看起來是要低牆過去 然後蓋這裡 直接拆箭塔還有城鎮中心 可以的話這個金還有可以拿下來的機會 退 好戰毛兵直接被射光 目前村民處差距來到了25村 波波人經濟實在是很慘喔 好這根城堡蓋上 西班牙這邊要怎麼反制呢 這邊蓋箭塔可能會來不及 城堡直接買上嗎 欸 他的石頭怎麼賣掉了 喔不是賣掉 插了兩根箭塔 但這兩個箭塔好像沒有太大意義 這邊對方已經要蓋好了 70% 吸增過來趕快解一下村民 好這個箭塔還是有做到事情了 撕掉一村 哇結果這邊蓋箭塔的村民損失反而有點多 好趕快來住進然後再離開 好村民要趕快走了 好這裡有這根城堡之後 波波人就可以轉出自己的落弓 去 去反殺吸增 但是落弓數量一定要到10隻以上喔 才能打贏現在這個吸增的數量 所以現在以波波人這邊來說的視角 還是偏難解了一點 好這台沖車可能我怕被解掉 好拉個村民 過來秀一下沖車 欸這沒有拉村民拉了一大堆 又要蓋堡 你拿來這麼多石頭 是要插箭塔是不是 已經三棟城堡了欸 OK這個黃金確實拿了下來 落弓開始出 這裡抓到一村 投車過來 開始拆除城堡中心 就這裡補下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目前海域是由波波人這邊拿下 所以現在肉量來說 還是有機會的 即使沒有農田喔 還可以繼續產村民 而且落弓的話是木頭跟黃金 肉類需求其實沒那麼吃重 但是如果這座城堡中心也被超掉的話 可能就要GG了喔 好這裡拉了一些落弓來反制犧牲 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只有三隻落弓 要打九隻犧牲 直接被數量屌壓 怎麼辦 這根城堡建起來 好絕望 啊村民只能到處逃跑喔 好 出車 低打高 沒打掉 摔一發 哎呀瀑犯掉 我還找到一隻村民 這時候又搭出了 GG OK 這一場比賽 距離這麼近的開局 最後是以西班人西貞順利收掉了 波波人的 城堡中心還有落弓喔 好來稍微看一下經濟喔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輸很慘 畢竟村民數差距差距的很大 西班人這邊 雖然損失掉了海域喔 但肉類一直有在補齊喔 還把又剛剛那邊果子也吃乾淨了 肉類直接贏了一萬三 黃金則是贏了兩千六 石頭贏了大概兩千喔 我們頻道很少會播這種 比較短的影片喔 但我覺得這場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比賽中很難看到這種 一開局就在旁邊的一個 賽事喔 所以想說播上來給大家看看 看大家反應如何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